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参观就参观吧 还整这些东西 你收藏泰格豪亚吗 你不收藏 但是我告诉你 有人收藏 有很多人收藏 这些收藏的泰格豪亚如果出了问题怎么办 他们都送在这里修理 大家知道泰格豪亚具有很长时间的制表历史 这里修复的表最早可以追到1916年的 Micrograph1%计时的码表 当然了泰格豪亚比较擅长计时万表 泰格豪亚历史上包括其他品牌历史上 用了很多专业的计时机器人 比如说瓦鲁如 还有雷曼尼亚机心 装用他们的码表里 这些藏家他们的表如果坏了 送到这里零件怎么办 别担心 你们看这个柜子 泰格豪亚他们在这柜子里 存了大量的雷曼尼亚和瓦鲁计时机心 比如说瓦鲁72的计时机心 所以放心吧 接下来我们去看T2正经的表厂 这是一个检测环节 他检测的是指针 这两个石针和分针装在表盘上以后 先是12点这个位置上重合的 然后这个人他要检查 石针和分针在运转过程中会不会打架 如果不打架 他这个装配就是OK的 这个环节通过了以后 这批的表针就可以送到生产线上 用一批量组装了 刚才咱们看的环节是Casing 就是组装环节 据说是做整表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表盘表针都安装上以后 最后要完成装表的环节 其实就是把表背装上 一路了 看看这盘里的这些件 这些件应该是在任何表备 都没有 因为这里是开发 它的新款表的一个秘密车间 所以它各种尝试都在这实现 先从3D打印 再到铝的原型 再到最后做成成品 拿到批量生产的工厂 你看 刚才我们后边这个过道 它不让拍 但是这是最有益的地方 这是它的研发学院 它的所有的新型东西 都在那里的开发了 这就是为什么 他们不让我拍的原因之一 这是重力下降实验 把表放在这检测它撞击的效果 导演把你的表拿过来搁上去 你看这里边这几个人玩呆劲 这是LVMH集团开的中表学校 来这里的出来都是指表师 刚才我问了一下 在这里学习需要什么资质吗 不用 你只要是高中毕业就可以 这里是T2的终点 就是这个表组装完毕 检测完毕了 这里边就是打表号的地方 你看你的表背上打的是几号几号的表 都是在这个环节打了 打完这个号以后 T2环节就结束了 就进入T3环节 那个时候在那里边装表袋什么的 这个工厂是泰格豪雅的4家表厂之一 在这里主要是做组装 每个组装环节之前都有一个检测 确保这些产品出来以后 到日常使用中没有任何风险 接下来我们看一个有趣的地方 就是泰格豪雅自己的博物馆 咱们现在说这个泰格豪雅的博物馆的几个重要的展品 这个地方非常值得一说 大家知道泰格豪雅最擅长做的是马表 对吧 我们现在知道的都是马表 计时万表 但是在马表领域 泰格豪雅曾经一度非常强大在苗表 比如说像怀表一样的专用的机械计时表 我们常见的就是我们体校里 运动会用的机械苗表 但是泰格豪雅的这个计时马表 在很多很多领域都有应用 举个例子 科学家组好学实验需要对反应时间进行精准的调控 他们当年用的计时工具 大多数都是泰格豪雅生产的机械苗表 大家看这些图片 这个机械 这些图片里这些明星喜欢F1的话 这块不认识说不过去 1970年代泰格豪雅为法拉利的F1车队制作了一个计时器 这些计时器已经突破了机械计时马表的极限了 比如说分分钟可以达到千分之一秒 至少是五百分之一秒 对F1赛车的贡献非常大 泰格豪雅跟法拉利的关系还不止这些 还跟法拉利的关系有这么一件事儿 泰格豪雅的朋友在圣提米开餐厅发现了一个著名的F1赛车手在那里吃饭 他带的表居然是当地的那个品牌的表 他就跟杰格豪雅说了 杰格豪雅说这怎么行 这个F1赛车手怎么能带他们的表 应该带我们的表 这个瑞士也讲究关系 杰格豪雅就通过朋友托人找到了法拉利的F1车队 然后说咱们应该合作一下 法拉利说行 我们需要一个机械计时器能达到千分之一秒 你们行吗 杰格豪雅心说机会来了 我可以给他做一个 我们做这个东西手拿板钻做好了 跟法拉利说我们做给你这个 大概卖你四万法郎一个 法拉利车队说什么 说我们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用你们的计时器 但是不给钱 在计时器上用你们的logo 好了杰格豪雅说那也行吧 法拉利又说了 说你看我们养一个车队挺不容易的挺贵的 给这个车手很多钱 你看你们能不能赞助一下 当时F1车队还没有高级手表 赞助豪雅应该说是第一个赞助 F1车队的手表品牌 然后他们有了一个办法 就是每一个法拉利的F1车手都有一块精致的卡雷拉手表 能想象一下吗 最早的小广告的往身上贴的感觉是什么样吗 豪雅是把精密的计时器做出来了 能够计时千分之一秒 然后因为这个业界首创 赛车场上用这玩意都新鲜 人们给他们这个操作精密计时器的人员起一名的叫钢琴手 你看它居然键盘控制了 这头盔认识吧 还有这表 这个泰哥豪雅的博物馆啊 它展品太丰富了 如果把这些东西讲明白啊 一天一夜也讲不完 这样吧 你们大家对他们的哪段历史感兴趣 你们可以在留言里面互动一下 然后我们收集了你们的问题呢 我们专门组织时间给大家讲解 好不好 泰哥豪雅的工厂和博物馆之力啊 因为时间原因只能讲到这了 不过呢 你们的互动就是我们继续创作的动力源泉 所以有什么问题随时告诉我们 再见